這個預支者就成功被人生劍拿下來 那重點就是現在伊德瑞爾的發育比較頻度的情況下 這個機器應該是疊在 可能邊界的惡詐之或者中路線的R7也最好 而且另外一邊的話 這個伊德瑞爾他的魔術陣中是還沒有出出來 那這個應該還要一段時間 所以曉得風猛在30秒之間出身 但是瓦亚亞星星改這個位置非常大 哇這個沒有外塔了 這個好像要倒了 我還直接叫TPR這麼兇的嗎 阿娜丟了一個骨頭 有點短星星改開始繞跑 張開閉的四把 這樣咪咪走得了嗎 一個說哎呀被斷 然後後面還給了一個燈籠 這個是四殺星星改 然後在另外一邊叫了一個御神 頭又寫到瑞雪的身上了 在B站G3 瑞雪的這邊是請公子吃餅 請瑞雪拿他頭在一個槍斃公社 踢死了這個星星改 不過中塔是要大力了 對這裡應該要再趕快把人叫過來 不然有可能再被推移這麼大了 那比小BG喔 資源越來越新 切得速度很快的 還是在狀態下 喔這裡尼射切 也不是說 這個攻 Raven交給自己的護殺會分手效 不過另外一邊的話 絕對是拿蜂龍水也要換 我覺得這邊其實被改他的這個 推線位置就有點過剩了 因為他其實沒有下入外塔的情況下 他還帶到了這麼遠的位置 因為後面是藏了一根眼 直接讓卡蜜爾踢一下 因為卡蜜爾現在他等一下一會 三象跟狂龍水都輪出來之後 這個惡大師就不太能打了 不過等一下最近他們會面臨到的 他們要在疑似耶 這麼財人嗎 他們在疑似 他們等一下直接展現出來 這看起來是不要有想法的 來了來了 來了來了 看到這個星星改了 哇 馬尼走進來了 完蛋 有一個英國之門 然後海賊不繼續 再後面再給到一個巨蛋 現在很多人在最後的巨蛋風暴 再次再次擊殺這個 1-3-0 他很難過啊 我剛剛走得太出去 我認錯但是這一步我在卡 再也不行啊 再滴滴回來 這邊給到一個腰彈 是打了一個半血 但是這邊還想要配合一部 這一個加尾影子感到 跟誰一踢不下來 然後本身被一聲暴打 不斷了AZ的戰爭律動 看起來那隻應該叫倒了 頭要給阿齊爾 阿齊爾 被拿頭 然後再一個逃後 最後的斬就交不出來 還是給到了這個Raven的身上 還是另外一個中塔 就是拿到了最快的一個月蓮槍 還有月子中 但是別的速度 飛快中塔太快要掉了 然後下塔 而下二塔已經被 哈娜跟瑞澤的結束 再掉 這個體力其實是 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 特別的必要 有點多 對 有點多 感覺是 就是這波其實是追性的一個 無準 換無限 但是最後就是 有點 有點就是想要什麼都要的感覺 有點就是想要什麼都要的感覺 這就是我不想掉了好多塔 我殺完之後再進去 但是其實 加入這一把 大部分的血都是套在 阿齊爾的身上 哇 這感覺好慘 這個真的是 會觸到快快成人 快成天了 快成天了 這個性格 130的一個戰力 然後這裡 一踢過去 踢過去 而且這次直接直接被追掉 他是很慘的啦 這是 在對方兩人的一個 比較 因為其實阿齊爾已經沒魔了 他就是這樣從頭拔AS 他就是 就拔AS 最後還想要來交閃線 但是在最後 尾關的一個距離 還是遭到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閃線 其實留著也是好 等一下他在 打團的時候 會有一個更大的壓力 也不會 我覺得這次現在應該會 打團 方面 可能會再等亞貝利歐回應 他現在應該會再繼續無情抓編 因為卡蜜爾家家裡有這個 抓編陣龍太無界 就是 反正看到就 一個蓋一個R 就死了 我覺得 現在反而是這次要 盡量避免去打破一彈 不過現在的話 這個歐拉夫斯基斯類的 一個正分虧義 他是不把這個 伊瑞瑞爾放在眼裡 伊瑞瑞爾 其實當你看到對面 伊瑞瑞爾第一劍出寒冰的時候 你也不會把他發炎 就是太癢了 伊瑞瑞爾 因為他是一個小水瓶 而且 因為在後期 伊瑞瑞爾加上 惡詐式的情況下 伊瑞瑞爾這一把出 寒冰霸捲的話 就比較像是這種 要 脫 他變得有點功能 就是我幫忙留人就好了 不然是 他的留人的 能力 並不是說特別的好 而且另外一天的話 如果把家裡游扣 就要去送上去 去送你 去送你 就走寒冰霸捲 那我勾到一個家文 然後他還給到一個普通 聽到有沒有其實給EQ 我閃現過這EPHANA 這麼兇的嗎 然後他還有眼光另一個光臺 它射要蓋的是Messy 直接開始 哇哇哇哇 好絕望 完美的CJ加上 Messy當場被蓋死 它也是太殘惹了 這波太血清了 這個真的很絕望 就是當你被旁邊R的瞬間 你的手就可以離開劍牌 該不會準時吃巴龍 因為大家已經倒了 然後依德這隻Poke小姐倒了 自己要跨阿姬過來一直走 難度太高了 來看我現在在看的是亞貝利用什麼槍 好月子中傷還有支援月 這個吃巴龍速度有回復標還是蠻快的 就說 摸到了一種大事 但是要打團還是吃巴龍 他們選擇要來打團 然後在今天還有一隻吃巴龍 後來給到了一隻明明 然後來看一下此時的回憶版 但是這一個月雨中炮之間 暈出了非常多的時候 亞貝利用已經WQ拿了WQ再拿巴龍 先一張 已經在完全掌握住的局勢 這個他最後變成了月雨中炮 然後直接一個RQ 直接暈三個人 哇 那個 這也算是亞貝利用 最無解的一個地方 這個大招給到的 團控效果真的是 效果太好了 他那個團控是一個很嚇的AOE 而且距離超越 嗯 這樣比賽的話 亞貝利用 雖然說在前面可能沒有太多的表現 但是在這波團戰也是散得出來 而BENCY剛剛是 其實當你在RQ的兩位成員都 經營到了一個比較慘烈的畫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這個又是一個親眼的用戶 而這其實就是光靠 服裂兩個比較沒搭的角色 要搭一個交換的角色 但這比較可惜的是 無敵他並沒有用他的 一把比較直接刷下來 所以刷的比較 追了一個比較遠去 但後面這個中上的COMBO 就真的是不解 好痛喔 這個要解只有 按懷錶才有解 對 這只有按懷錶才有解 但是以前在RQ 他的經歷來講 就是出了一個懷錶 所以他是一個 經歷上面的合力 對 那這個公子應該是 呃 裏根源應該是沒有血 在那邊也被排掉 就是沒有血的一個 哇 雀巢這麼漂亮 超三個 然後 哇 亞伯利用 你再暈三個 完美的機器控制 這也是 雀巢的一個價值 功能是完美的方法 功能 功能 功能打好打滿 在加入追念之後 以目前為止 無常期待的一個 情況來講 雀巢現在 這個角色上面就寫了兩個 就是功能 然後 托拉蘇的話 也是新能踏步 這個李氏出了 又出了一個燃燒寶石 也從後面走進來了 而且伊德瑞爾 在面對上這個巴龍 他是 根本沒有任何還手 而且他的中級魔鏡 還沒跌滿 22分手啊 這個時間有點長 因為他前面是 先電了一個閃耀劍 不過 其實伊德瑞爾這場 也不算是太陰魔 但是感覺 雀戰 這個中級魔鏡出來 時間稍微管理 那現在 卡尼爾其實是有出力的 然後加上 他的這個分推 就是有一個無敵的加里歐 在保護他 所以 現在這一季需要的是 一個三線精神 所以現在才趕快把加里歐 加排到這個商務去代表現 而且加里歐先生 他自己也補出了自己的懷一表 等一下的話 很難想像 確定一個 團戰會有 輸的可能 沒有該補懷一表的是 不管是伊德瑞爾也好 或阿借爾也好 因為那個被蓋到之後 就死了 他們現在沒有任何一個懷一表 所以等一下就是蓋誰就死了 他比他補了這個 比爾紫握車的完招 你看到的就往前一 現在還是一下來 阿借爾來 阿借爾 躲掉了 再衝到阿借爾 這波打得漂亮 然後我們再一個驅逆 是把Wayver給繡爆了 再一個一件 就是T2 然後他打開了1B 然後後面的話 家瑞爾領了一個 但是 芋頭是完美的 可徹的驅逆 但是後面那個車位 還是抽到這卡滅的人頭 這邊給一個阿借爾 讓媽媽上了車 媽媽趕趕快換車 但是這時候倒下的是 卡滅的人頭 最近還是要自己的大型壓境 這下子都不太能清兵了 而且現在伊德爾的傷害 完全打不到對方前台的坦度 在一個換骨頭 所以打到那些地上 根本就不碰不啷 下路的兵零還有中路的一個高地要同時兵器 這裏Zerrair他的中體魔界還是沒有好啊 從二十四分鐘啊這個中體魔界 現在Zerrair非常的迫切 但是最後還是只能看著自己眼前的一個兵零掉落好消息 中路的兵零沒掉 但是走出了巴龍的Power Quake來到了2800 但剛剛為什麼是直接就有一波操作 因為他如果被推回去的話其實他不直接可能導彈 他是用R鎖掉了阿齊爾的R之後 搭配著HANA的盤子直接一充電去開盤 很漂亮 上一場是小魚站出來前 剛剛Zerrair也是要說 你推進的大水龍不是有魚 所以我也是推進的大水龍 後面雖然遭到的一個卡 但你這一波也是打出很好處 不過下一條的龍 已經拿掉了已經拿掉了 小龍魚在剛出的時候應該就被拿掉了 那現在應該會把Restor直接擺進去上路 然後讓他推之後 再利用一個大型資源的轉線 然後直接等下路邊線也進去 而且現在的話 感覺Restor他在邊線看到先追趕 他剛剛是已經先追趕在塔下 他都直接上去 可以看起來在邊線是無人能大 但是明改鄉比嘉的同路過了痛苦 讓明改又是一個115的戰機 不過他是有補壞表 阿齊爾也補了壞表 你這個已經追趕在機欸 而且這把大絕網給給出來了 在一 Trevor 直接砍但就完整齒碰 這裡是叫了幫助來的 但是位置得也很有意思的把他往後拉 所以幫助明改也不像 像前期呢過得太過悲善了 然後在另外一邊的話 雅利歐也是可以把冰險給帶入 這樣子的話等一下如果拿到蜂龍龍魂的話 就是對於歐拉夫啊 對於亞飛利歐還有社群其實都是一個還不錯的事情 雅利歐選擇唱了一個雲痛 不過這個中路的高級是我的一個雲牙送起來 然後接到那個佳文這樣我依數出不去啦 哇他出不去的一個情況 現在又是一個樂曲中章 這裡的月夜走路直接進過來之後 但是又是一個高雷龍魂都逼過來 就是把金德爾閃電給逼完那個後路感覺 他也就被推了一隻之後 只要有Mexi在一定帶走的瑞雪的人 他這個後面的技術就太了不起了 因為他的隊友感覺完全沒有人要跟他的意思 如果這波瑞雪人送掉之後 是給了RSC一個團體的空間 這條龍分中會輸 所以以瑞雪的一定的情況下還是可以接的 以後面就有點調皮了 就是基金送了一波 不過現在的亞貝利歐也是三件裝備 他這個已經是完 就是基金亞貝利歐再出來這三件裝備 就已經成型了 這個甚至是比 而瑞雪 這邊想要用巴龍來換嗎 巴龍出了嗎 這裡巴龍解開 已經開始 但是最近是有病點的 最近知道 已經看到都是RSC的分離博 但是另外一間的話瑞雪是有CD的 他甚至是可以直接傳家裡啊 這個巴龍哈拉有個軍隊來摳 他是有展現的RSC 到底要不要吃 一個刷先刷都來 看下後面的一個一人先出來 哇 打野引導的一個情況下 這一波感覺是先進了一個大禍前色 而且歐巴夫已經盯著RM開啟 RM開啟一個兵人 然後後面再找了一個温溫掃到 下流已經放下一個W 雖然就最後的攻殺 但是哈拉這邊已經挑戰過去 究竟要把RM給逼起 但是RM最後還有一個攻殺聲聲 不過還是要被大陸軍的人給踢上 這個願意已經盯不到RM 但是後續的一個OA夫他說 絕對的不是你的步槍 是我的普通 是我的普通 堅持了這個中郭阿齊爾 那瑞德當好就是直接TP加利 直接出最場 那這場比賽的話 BP雖然說在前幾次 這個經歷了一些小波子 但是在最後還是以一個 乾淨力度的方式拿下的比賽 超脆的 最後就是他去拍這個巴龍 BP主命 關鍵一波團戰 這一波就是哈達跟無敵賊 往前打之後 去觸發了一波會戰 那這一波我覺得 就有關於陣型的 因為卡蜜兒是利用一個推薦優勢 你看他這邊跑線的速度 對面的惡差是快非常非常多 然後加上無界的COMBO RM這個陣容根本就沒有關係 因為他是一個中將都是發育的陣容 包括一直都要有一個低 所以在整體陣容選的比較偏後的情況下 就是沒有抗住 這一邊這種前期可以強制進行的進行 所以在抓走了打一以後 後續的一個尾專 勾到了惡差勢 然後這個操縱 被跑這一波就打得很漂亮 就是打倒後一波段 然後搭配小B後面的CC 而且他是 他的操縱是去得滿一場的 他不是這種順間的一個操縱 是得到一個磡害還有11C 嗯 都說了 他就應該將兩部卡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